台湾的职场文化搬到中国大陆去 相信也能够感染对岸的上班族 但是西方经典常常因为文化隔阂和语言限制 观众很不容易进入作品 台湾的四把椅子剧团就重新改写 俄国剧作家契科夫的经典剧本三姐妹 新作品剧名很长叫做 全国最多宾室车的小镇住着三姐妹和他们的brother 编剧将场景搬到了台湾 故事描述一个中南部家到中落的 残骄娥家庭 唯一的男丁要前往中国大陆工作的送别会 剧团刻意让演员尝试不表演 观众就会仿佛走进这家人的客厅 一同经历他们不愿意面对的真实人生 家里经济压力不大 就总不能一直靠谈 没关系演读到当地生活会好 接下来就换你努力了 四把椅子剧团的重写经典计划跟编剧简历合作 以俄国剧作家七哥夫的三姐妹为重写原型 透过回应原作的核心精神打造新作 全剧环绕在台湾当代家庭中三姐妹跟他们一位兄弟的故事 因为家里还算过得去 所以可能都不出去工作的那种坑老的特徴 就是台湾也是很多 对啊 然后这样的其实在三姐妹原本的剧本里就有一位 就是原本里面的哥哥 那我觉得其实搬到现在来说 这两个东西是互相呼应的 只是因为我在原本的经历文本里面读到一些 很像我现代我认识的人 所以我等于是借由描绘我身边 这些我现代认识的 陷入当代困境的人 我借由描绘这些人的面貌 然后来跟这个经典对话 七科夫三姐妹中的主角安德烈 只会幻想没有实践能力 在简历的眼中就跟宅男一样 因此他创造了戏中的廖眼竹 他想摆脱懒散的人生去大陆工作 怎样都比带来台湾这个回道好多了 我用我自己廖眼竹 这个第一连车的角色出发的话 我会觉得如果我去工作的话 我身为一个名门望主 然后如果跟人家去抢那种 一个月赚个两三万的那种工作 人家会瞧不起我 我自己也看不起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做那些工作 爸爸留下来的基金投资 许大哥会帮我们看一下 看是会持续获利 还是要转投别的 爸爸不是说要给钱 而可以用琐碎的生活对话 刻画在这个家庭中 每个角色的独特性格 我们有回应原本七个夫的地方 就是七个夫他的举本原本是比较偏向自然主义的 然后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戏剧线或明确的主题 而是可能每个角色怀抱着一种他们自己的意念 我只想要试试看一件事情是 他有没有可能真的完完全全的 试图模拟一个生活的切片这件事 抓住七哥夫作品的普世精神 从台湾的当代生活出发 四败子剧团要观众跟百年前的经典对话 其实我们从陈典在试图